畢業於三名家商和台藝大的籃球好手王信凱 三月初在老家台中正式引退 雖然有點捨不得從小到大拼戰的舞台 不過阿開哽咽表示 兩年前追尖盤突出困擾 開刀復健一年 準備付出又腳踝韌帶又掛彩 因此能夠以球員的身份引退 已經心滿意足 王信凱大學時期就開始打SBO 效力過台銀和台皮 2007年曾經挑戰中國CBA的雲南紅河隊 是SBO首批蹊徑打球的選手 他透露當年其實計畫先到日本再去CBA 因緣際會直接到了中國 這個經歷也讓他的球技和心理層面更加成熟 你可以設定一個目標 但你不要覺得這個目標是 你一定要達到之前 你在達到這目標之前 你可以把自己在這路上 你可以設想到任何 你會遇到的困難 我可能去CBA 我可能會失敗 然後但是我打CBA 我可能會成功 然後我可能打得不好 然後在那邊被笑 然後腳斷掉回來之類的 你要想到你各種 你會遇到的困難之後 其實在挑戰這些 然後過後你得到的成果 其實都是更好的 王信凱的這番話 除了要勉勵星球季挑戰二連霸的台藝大學弟們 更要和恩師小娟姐率領的一手大學一起分享 期待他們挺過衝突事件競賽的考驗 持續精進自己不要放棄最愛的籃球 我來地訓郭登陽好話君 余希傑採訪報導 請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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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您收拾